我又变香了 蜘蛛怎么可能 三组有个对面四组 抱你这英雄前击素杀 刷不过蜘蛛的 放心吧 我当开这一把 抱你这英雄素杀 是不可能刷过蜘蛛的 我不相信一个暴女 升三级三分二十秒 能升三级 你们找一个暴女来 三分二十秒能升三级 找能帮你也打不了这么快的 笑两个手长打手短 有限权有死的 这边打也可能三级抓下的 说错了 二分二十秒 说错了 二分二十秒能升三级 二分二十秒 你看我不用惩戒的情况下 我如果说单开的话 不用惩戒 两分三十秒 两分二十一秒左右 剩三级的 还可没有抓上子 这波浪队 把这波线推过去 点就好 点就好 不用怕的 点就好 一起来 瓶也多了 不想走 有点可惜 是不是应该等兵线进来的 他要进我野区的 送了也无所谓的 人头是ADC拿的 不是辅助拿的 我说错了 我说两分二十秒 两分三 二十三秒 二十三秒 这说正常 两分二十三秒 所以说我刷伤嘴怪 暴女孩正常在出伤的 我去干客的时候 我去第四组 她在往四走 他们家红没打的 有闪现的 这波线好像不用带的 我们接着是有TP的 两个TP吗 这一波 我感觉刚踢了好久 他没有W的 先Q一下 帮他补杀 给EW 他没有闪现的 等他下Q好就好了 先先Q他不急 他杀不了他 但是剑不来了 就不一定的 我们躲在这里面就好了 等他绕过来 或者等他打这个野怪 我们再过去 他不绕过来 等他打这个野怪吧 我们去找他一下 抢这条 给EW 好 再把这边的一个红拿一下 请 给EW 把上个就打一下 难道这英雄支援就是快的 蓝队把上路线带过去 推到塔下就好了 我可以直接越的 他找A下就好了 一大三 躲白一大三 一个蜘蛛线就直接免 等一下把这个段路关一下 这段路怎么一直在显示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冲 第一件装备我们做物要做货 艾克可能在打我家石头人 没有打石头人去刷中物去的 应该刷我家小鸡的 他现在想打石头来不及的 想打小鸡来不及的 先杀野怪 再追人就好了 等他叫一斤走 姐没到六级的 慢慢吹就好 等下猪猪猪猪猪 这时候给一斤 接平衡接打给QA一下 往后先走 然后依他身上猪猪猪猪猪猪猪 把他们家狼拿一下 这边可以打的 先QA一下 先Q一下不要中Q 不会死犯心 他不交喘杀不了我 先QA一下 再给QA 再把这边的野怪经济收掉 艾克要来的 但艾克来没关系的 他打不死我的 我们还可以杀艾克的 只要把这野怪抢了 艾克必死 再蹲艾克就好了 再不留下 艾克不来下边野区 他要去上路了吗 那对我过去看一下 往上走了已经 里面是没有眼在的 我们招一部ADC 我现在已经六级了 三级特别高 然后把小龙控一下 以我天赋带的证明一期 没有带CD 会比较缺技术的 过去一个自助权 可以直接秒 回到这边把乌鸟 把乌鸟之后做一下 乌鸟之后加快的节奏 小龙跟曹鸟拿一下 他只刷了一组石头人 他现在是337刀 侧面一下 让他晕住 他不打我一套 他肯定不敢跟我打 我只要Q他就死了 没红帽减速 等他减速吧 小猪咬死了已经 哇塞 有点帅呀 我以为小猪把他咬死 我都没还手了 结果他闪现 躲开我小猪皮 然后闪现A了我一下 把我杀掉 小猪瞬间消失了 大意了 不然能先A一下 他就死 我在想让小猪杀他的 真秀 你优优独的 你为什么还能偷懒我 你怀疑我 你狠狠 旋的 解秒这些就好了 确实没有在里面的 把小龙买一下 交给我的 E3去 人前AQ带着 再把超充拿一下 下次这个安克别让我逮到他 他没有意见了 他会往前走的 我就不需要出人前雨 把这防御塔直接拔了吧 再去把自己的野怪经济收一下 把等级补一补 这超充的话呢 推线会比较厉害 就推塔比较厉害 拆塔的话有焦灼效果 就是灼烧真实伤害效果 但是是一下一下慢慢烧的 如果说你的天赋带是凯旋跟致命一击 第一件的话 我建议你做巫妖宠火 或者是风暴宽勇更好一点 如果你的天赋带是凯旋跟结束 或者结束跟致命一击 对不对 你就第一件可以做影验 也可以做巫妖之后都行 一套爆发伤害最高是风暴狂有 它是属于爆炸伤害的 好 这边是往这边追就好了 等一下放大招 这边是摸1一下 我们先上这边的一个ADC 一他身上不起 A一下就好了 然后刘Q给对面 我想A一下把它杀掉了 不小心A错人了 因为A一下把它杀了 然后刘Q杀对面的企业 再找机会杀对面的一个ADC的 影验做一下 风暴狂犬的话 是属于一套爆发伤害最高的 影验的话 就是你血量低于百分之 就是百分之血 不是满血的情况下 百分之七十的血 它的话一套爆发伤害最高 影验的话 只要低于百分之四十血 打一套的话 它会比乌妖 比风暴伤害都要高的 但是又换一种思路 就是乌妖作为人 触发两次的情况下 它的收益是大于 那个就是影验和风暴的 如果不触发影验的被动 影验收益是最低的 就是伤害是最低的 如果你触发影验的被动的话 影验爆发是最高的 但是单纯打一套的话 肯定是风暴上下最高 人触发两次乌妖的话 那就乌妖上下是最高 所以这些都是先Q权 先移到天上不起的 他只要是往前走 有人在看他 WA就带走 劫来了劫来了劫来了 好玩 他如果不W下应该不会死 或是W过去AQ下应该也不会死 你把他刀躲了 有点小尬 今天的E比除天要准还行 准比一个E都不中 我现在就是用了清水起头 感觉清水起头头发长得好快 一般一周左右会用一两次洗发水 下手没拿帽子 把小王打一下 拿下锅结束 我发现我这个手有点 老是喜欢去按这个控格 我改的这个毛病 一打起下来就按控格 按控格式数太多了 清水起头的话呢 头发的话有一点点油 但是看不出来 不会那种很夸张的油 他只要看头发的体质嘛 我的头发体质油 如果说一两天不洗的话 也不会有的 别Q3秒了 怎么又被对面带的呀 可以拉扯一下 他没有人已经 我发现我的蜘蛛线好难 好容易死啊 玩蜘蛛这英雄不能死的 一死就容易断节奏 下招面帽子 帽子还是600块钱 我要不带这个凯旋 跟CD天府 然后出致命机 你们觉得怎么样 就不带这个致命机 下一把 因为我很依赖CD 我觉得没有CD玩的有点不舒服 我先刷这个上单 上单没有TP的 我们家上单是有TP的 他TP用过的 E3就Q直接秒了 得一起了 这个我们可以在后面的 他们就两个人 直接一就好了 那时加乌妖 这个出转有点狠 等到A的E过来 A的一瞬间 一起来不及 等他盾消失 一个Q直接秒了 又死了 帽子 等850做一个这个吧 做一个法碟 现在装备我们把拖身做一下 但这个解释还跟团 他装备打团也厉害的 proceso 没问题 这重来 就预判一下 往前走 不要出这个大招 他炉又死了 一下就没了 就每次上去我就一换一 我就不出今生了 来一个脱身吧 我知道对面是没出魔看的 我想要点技术 我实际上没cd的 就这个乌鸟这个10%cd cd太少了 而且没钱驱逐今生 今生要1600的 我就让刚刚那波不出装备 这波回家还是买不了 今生主要是太贵了 玩得有点不太理智 老是用植物弦翼上去 翼放的有点不太好 一肯定不能这样犯的 用来去一换一的 因为我们是21个冷头 我们至少每一套技能出去都能杀人的 你看啊 三个技能过去就秒一个了 天成的简术 别让他追了 他大刀回去 一他身上一个QZ秒了 小猪咬死 他不得一直走 让队友去杀吧 怎么往上路给峡谷 杀完之后他可以上高地 我们直接把大龙拿一下就好了 大龙我给单条的 我先把这样带天赋 你们觉得怎么样 带那个就是凯旋 跟那个就是凯旋 跟那个就是CD 但我第一件做乌鸦住户 肯定死掉了 有我们家难道在附近 一波了 确实怎么没装备的 寻宝猎人的话呢 是你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寻宝猎人的话 他第一件装备成型比较快 无情猎手的话呢 就是前期抓人会比较厉害 可以强抓的 也数比较